文大素涉案受批评。 侯友宜,正向力量突围。 图TVBS。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近来因文化大学宿舍争议受到批评,侯友宜今天受访重申,这些都是口水战,负面的抹黑选举,会用正向力量突围。 侯友宜今天再到市党部与议员陈宏元、连斐凡、王建章、议员参选人陈伟杰、叶元芝、江宜珍、钟仁达鲁斯等人和拍竞选照,就连新主持议员参选人和佳化也特别赶来共襄胜举。 侯友宜应参选人要求,摆出各种姿势配合照相。 有些手势比较复杂,侯孝说手有点笨拙,不太会拉,但也难免笑场的情形。 他受访表示,真的不会摆什么花样,就是尽量配合参选人的要求。 侯友宜谈道是足赛德国队暴冷败给韩国队时认为选战也一样要全力迎战,一分一刻都不能掉以轻心,才能赢得胜利。 媒体询问民进党近期强公文大宿舍案,外界解读,室友计划打算一举将侯友宜击垮。 侯友宜说,每天打开电视。 都挨骂,被骂很惨,这些都是口水战,负面的抹黑选举,一定用正面选举能量来突围这次的负面攻击。 侯友宜强调,自己会积极把证件透过行程和网络,告诉民众我要做什么,会以更多正向力量突围。 至于文大宿舍争议,侯友宜表示,21年来,市府会刊都认为土地使用没有问题,现在北市府重新会刊,会不会有不一样解释,才是受关注的。 他也对国民党主席吴敦一神隐的外界质疑表示,主席辛苦卖力全国走透透,为所有县市长候选人辅选,我们都谢谢他的辛苦,我们都支持他一起打赢选战。 中央社。 中央社。 侯友宜今天再到市党部与议员陈宏元、连斐凡、王建章、议员参选人陈伟杰、叶元芝、江宜珍、中仁达鲁斯等人和拍竞选照,就连新主持议员参选人和佳化也特别赶来共襄胜举。 侯友宜应参选人要求,摆出各种姿势配合照相。 有些手势比较复杂,侯笑说手有点笨拙,不太会拉,但也难免笑场的情形。 他受访表示,真的不会摆什么花样,就是尽量配合参选人的要求。 侯友宜谈到市足塞德国队暴冷败给韩国队时认为选战也一样要全力迎战,一分一刻都不能掉以轻心,才能赢得胜利。 媒体询问民进党近期强功文大速涉案,外界解读,是有计划打算一举将侯友宜击垮。 侯友宜说,每天打开电视,都挨骂,被骂很惨,这些都是口水战,负面的抹黑选举,一定用正面选举能量来突围这次的负面攻击。 侯友宜强调,自己会积极把证件透过行程和网络,告诉民众我要做什么,会以更多正向力量突围。 至于文大速涉争议,侯友宜表示,21年来,市府会刊都认为土地使用没有问题,现在北市府重新会刊,会不会有不一样解释,才是受关注的。 他也对国民党主席吴敦一选引的外界质疑表示,主席辛苦卖力全国走透透,为所有县市长候选人复选,我们都谢谢他的辛苦,我们都支持他一起打赢选战。 中央社